好 注意再看一次喔 我剛剛怎麼跳跳的 好 我剛剛是這樣 小朋友在教練指導下 開心的在體驗區活動筋骨 慢慢走 小小孩不適合激烈運動 有專屬的區域 一旁有教練陪同 家長也比較放心 剛剛的那個跳跳跳 主要可以訓練他們的腿部肌肉 那腿部肌肉的話 在任何做任何運動的話 也會比較不會受傷 那平衡路的話 就是在訓練小朋友的平衡的動作 中華國際兒童體事能推廣協會 和崇佑科技大學合作 在基隆車站能站二樓 設置兒童體事能推廣協會 聯合推廣中心 特別邀請了立委蔡世穎 和市議員鄭文廷出席 希望一起關心兒童健康 主要來看他們的整個的教學環境 那另外一個就是來參加 中華體事能兒童推廣協會的 基隆推廣中心的這樣的一個成立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市議認為說 隨著少子化的關係 那小朋友的體事能其實是另外一個重要的課題 那目前基隆是在我們每個行政區都有推親子館或者是主身館 那我認為說如果可以把兒童體事能的這個部分 這樣納入的話 對於小朋友的學習成感會更有幫助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中華民國兒童體事能推廣協會 他們願意來基隆成立我們的推廣辦公室 腦力智力的發展也是有幫助的 那尤其今天開幕的這個Superkid的一個體事能中心 其實他們主要的教學系統是導入水事能 也就是說其實小朋友從出生他們就是習慣在水的環境底下 而基隆又是一個海港 過去我們的孩子在游泳項目是全國頂尖 那如果可以在水事能的這樣的一個教學系統底下 讓我們的孩子能夠更習慣更清淨水 讓他們得到各方面的一個肌肉的一個均衡的一個發展 我相信對他們的腦力還有他們的智力都會有很好的一個幫助 台灣面臨少子化 兒童科業壓力大 運動量普遍不足 根據統計 超過八成兒童 運動量遠低於國際平均 從右以音大學在善定這個大學社會責任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 那之前也做過那個像運動愛台灣 那這次我們就以這個中華國際那個體事人協會來合作 辦理這個又體事人的這個教育 尤其歐童體事人跟水事人 這一塊我們是在跟中華歐童國際協會 來一起合作 希望把這個兒童的這個體事人的教育 把它深化 那我們之前大概比較對這個兒童的體事人比較沒有概念 那我們就用這個協會來跟我們一起合作 來打造更好的這個兒童的運動 我們對小朋友的課程我們是透過體操跟游泳的項目 讓他們學習運動 那體操有平額目 單槓 單跳床 對小朋友練習他們的平衡感 他們的感覺統合 基隆過去缺乏兒童體事人推廣 這次透過產學力量合作 希望讓孩子們能夠玩得快樂健康 身心得到均衡發展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好 好 好